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闭蓝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个中国大陆啊对台湾134项产品啊取消关税减免政策 哇然后ECFA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 那么穷台政策呢已经出来了 那么有一件事情要激情大家 比断ECFA更加厉害的一个政策 就是中国大陆减少对台湾的采购 或者对台湾产品的零采购 这个其实金额比ECFA的数值要大得多 第二个中国大陆禁止台湾的飞机飞跃新疆 改由阿富汗南线 这个确实也是给台湾一个当头棒喝 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两个事我们一起来说 第一个我们来看啊 大陆财政部宣布中止ECFA 134个原产于台湾进口商品的关税减浪 大陆对台湾刷刷率最大的采购 是采购 这个金额是要远远大于ECFA的 如果大陆可以自己做 一定要买你的产品吗 我们的出口有50%是资讯类零组件 大陆要去美国化 认为台湾越来越美国 他们也会做决断 宁可买国产产品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 2027年大陆半导体要去美国化 大陆会不会将台湾的企业当作美国企业 这个问题民进党是要考虑清楚的 要不要等于美国 我们是台湾没有完全等于美国 比如台积电就等于美国 可是因为民进党执政 方位面的企业都要等于美国 中美未来的博弈 科技战会导致中国大陆越来越要求国产化 因为要维护自身的安全 所以碰到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大 两岸的贸易几乎有一半是零组件 你那位大陆都不会做吗 华为集顺时期在台湾采购1200亿 或许未来中央政府只是 他就转向了 所以不要开玩笑了 不要以为人家非要买你的东西不可 而且你的生产线已经拉那么大 到时大陆部分不满 生产线要卖给谁 你以为还有另一个国家会买这么多 电子零组件 所以这个金额远远大于AQFA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背景新闻 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要知道 台湾啊 他喜欢做很多的零件 什么意思啊 就是台湾 他在这个制造业当中 他也是趋向于这个小众化 精细化和高端化 中高端化 那么台湾 它是做电子元 电子元器件 半导体 这个是它的这个很核心的一个要素 一直以来都深耕于这个领域 那么你做出来的这些产品 这些零件 其实中国大陆一直以来都有会台政策 向台湾采购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50%是由于这些啊 资讯类的半导体类的这些产品 电子元器件 这些零件的采购 还有一些领域啊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在英国的网友肯定很清楚 你们在英国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折叠自行车小布这个品牌 对吧 在英国它无非就是个代步工具 之所以有小布这个车 是由于本身英国的街道本身就很狭小 然后再一个 也方便上一些公共交通 上一些地铁公交车 你拎在这个手上 它可以折叠起来 拎在手上 然后你再到下一站 那么这个车子在英国 其实卖的也不是很贵 而且它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通行的一个 日常的一个工具罢了 当然像小布这个自行车 来到中国 尤其在上海或者北京这样大城市 起跳就是一万块钱一台 那有的可能它什么材料不一样啊 什么有一种什么黑色的什么 和动作四万多五万多 甚至有的要高达十万 就一个自行车 那么这种自行车在中国就成为了 中产阶级的标配 你骑小步 说明你是中产阶级 万把快钱一台自行车 你很舍得 然后也是一种 就有一种社交属性 我们骑小步的 我们在一起吧 哇 你这你车四万 你是大老 请受我的顶礼膜拜 就是到了中国来 这个东西 它实际上就已经什么 变了味了 什么他妈的东西 来到中国 尤其这些运动类的 都变了味儿 就像现在中国很流行 骑行 骑自行车 什么公路车 有些人就是 这个自行车 骑的到处都是 很影响这个社会的和谐 因为有些人 他把这个马路当赛道 环法赛道在这里骑 所以说这个里面呢 也是什么相互攀比 谁的自行车贵 什么tricker 什么一个什么tricker的车子 很牛逼 被人家给摔倒了 要赔多少多少多少钱 砸锅卖铁吧 就是举这么一个例子 那么 有的网友说 那这个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大家要 这我就说的重点了 台湾呢 很鸡贼 它呢 本身就符合这种 台湾人这种属性 他们就做 比如说 小步的这种 改装的这一些零件 或者说摩托车 改装的零件 还有这种公路 山地自行车 改装的零件 啊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它卖的很贵 改装小步 这种自行车 你可能就要花个 几千 那是入门级的 你买个零件 得好几千 上万的 多少多少万的 然后去把你的车子 因为你买过来 你是一个光车 那不去改装它 不就显得没有个性了吗 改装它很酷炫 不就显得我很与众不同了吗 所以说 台湾就是专门针对这一块来做的 所以说你说 你说这种这种车 对吧 这种零件 这种改装件 难道中国大陆的厂家不能做吗 中国大陆的作坊不能做吗 对吧 当然可以做 所以说台湾 就是我拿小布的改装件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台湾 它利用这个ACFA 以及对它自身的一些生意的保护 产业内的保护 一些租房的保护 这些就是在中国大陆 赚这个盆满钵满 就相当于台湾的水果 到大陆来就能卖高价 好像台湾是一个什么很高档的 很高端的 大气上档次的一个地方 台湾的凤梨就要比国内的凤梨卖的贵 台湾的饮料 就要比大陆的饮料卖的贵 台湾的莲物 台湾的这些芒果 就能卖价格贵 因为它是从台湾进口的 但是从台湾进口 你这个定价也定那么高 这是不合理的 我以前在超市里看 我说台湾产品怎么都卖这么贵 本身就有这个ACFA 对它进行关税的减让 它还卖这么贵 它就是要刻意的把自己和什么 日本的这种东西等同于起来 好像我主要是日本的 就是高端的 进口的 就是牛逼的 所以它也就在卖这种零期件 像什么小布 我举个例子 就是这种零配件 还有很多方方面面的 就是你觉得可能不切的 还有一些汽车改装件 乱七八糟 很多都是从台湾产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 你说中国国内是不可以代替的吗 当然可以代替啊 那接下来就是大陆这边就是不不再采购了吗 不再给你进行这一块的啊 贸易的网来了吗 那像这种 你不知道的小而美的一些这个领域啊 有有真的在这种小众领域吃了个盆满钵满的 那不那那不 那不他不就这些作坊都要倒闭了吗 要么你就得开到开到中国大陆来 开到中国大陆来 不好意思 你你如果说做小 就是你一个台湾的手艺人 你到这大陆来开这个这个作坊 那不好意思 那没有从台湾进口了 你这个价格还卖这么贵 那边就不买单了 哈哈哈哈 所以说大家明白吗 就是很多它的价格是不合理的 台湾的到大陆来产品 它已经在关税的减让了 甚至是几乎是零关税 但是他们却卖的价格非常高 但这些东西又并非是不可替代 就像你这个晶片也好 中国中国大陆这个晶片 马上就2027年有个计划去美国化了 到时候你台积电还有多少竞争优势啊 我不再采购你了 不好意思 你台积电也要扣我大陆的啊 这个晶片的应用去更新换代的 我不给你这个台积电的这样的一种 情况啊 一种数据的 采信息的采集 你怎么办 所以说我就举这么个例子 就告诉各位啊 比ACFA更加恐怖 就是中国大陆禁止对台湾进行采购 台湾有一大批作坊 当然它这些作坊不是说听上去是什么 很破的 它当然是很中高端的 这些通通都要倒闭 它就叫高附加值劳动产品 全部都可以就这里倒闭 全部都叫你倒闭 你本身就不应该存在了 啊 厂子叫你倒闭 全部就叫你完蛋 有的是法子 那这个法子出来以后 那另外一个事又出来了 又给他们刀冲爆额了 哈哈哈哈 啊 什么事 船路近我飞越新疆影响欧洲航线 台湾的这个交通部长叫李孟燕 两航空公司申请已获准 印来关系僵局 传出国内航空业者 因为取得北京方面核准 无法飞越新疆上空 台北往返欧洲航线 必须改飞阿富汗上空的南线 6月起被迫改到 为此所谓交通部长李孟燕 今天上午在换联参加活动时表示 目前有两家航空公司 向陆方申请 已经获得核准 目前是正常状态 啊 那么 哪两家公司呢 说是目前是正常状态 就中 就华航和长龙 啊 那么还有一个公司 就新航还在了解当中 那么台湾虎航 是没有欧洲的这个航线 也就是长龙跟中华航嘛 那么 这个其实对他的也是一种打击啊 你别听他这个交通部长在那地方胡说八道 他们总是在 中国大陆任何对台湾的制裁 他们第一时间都是出来讲 没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就好像对这个凤梨的这个这个制裁一样的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消化 然后叫台湾的学生 一个礼拜 学校里的都是吃凤梨 吃什么石斑鱼 吃莱猪 对吧 他们都好像尽量去淡化中国大陆对他们打击的这个能力 对吧 就好像中国制裁美国 他们说制裁美国能制裁吗 只有美国制裁中国 那中国制裁美国啊 中国大陆制裁台湾 哦 制裁台湾 这个影响很小 影响很小 没关系了 我们很有任性的 我们是个豪猪啊 那么大家要知道啊 你欧洲 在我来讲也 听我我听上来也蛮扯淡的 你欧洲有很多什么立陶宛 捷克 什么爱尔兰 还布里亚三国 这些国家的议员 现在晚上没事去台湾 去台湾挑衅中国大陆 他妈的还是还是要从中国领空过 大家想想这是不是挺扯淡的 你台湾的飞机 你不能走新疆 那么会增加他一个小时的航程 啊 大家明白吧 会增加他一个小时的航程 也就是说 你的航空兰料费价格就上涨 价格上涨 机票就上涨 台湾老百姓去欧洲的成本也上涨 再一个 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复杂 有 你走阿富汗上空 弄不好他们塔利班没事干 给你打一颗导弹 把你这个飞机给你在空中给你打爆掉 爆炸 那你说你们这群呆娃就隐命中亚了 隐命阿富汗了 是不是 因为你们毕竟是美国的盟友啊 阿富汗跟美国是敌对的呀 对吧 你让你们去走阿富汗南线去 不要走新疆上空 对吧 你们不是也跟江都分子搞在一起吗 那新疆上空怎么能让你们走呢 他说是不是啊 所以说北京只要略施小计 马上就让台湾那边鸡飞狗跳 台湾那不是很牛逼吗 不是台湾西威尼吗 不是台湾小粉红吗 那就打击你 让你台湾人本来就很抠门 那就让你多付飞机票了 多付蓝油费嘛 对不对 你们不是喜欢省钱吗 不是都票里假十块钱不肯放 对不对 都要节约是美德 那让你多费一个小时 多付点钱 在飞机上飞国际航班 多费一个小时 那很难受的 很难熬的 对吧 所以我说过只有我们把你们摁在地上摩擦 没有你们把我们摁在地上摩擦的份 懂吗 谢谢各位支持